大家好,我是吞泉老师,欢迎来到千万别买 系列做了快一年,老有人质疑我专挑烂作来讲 但只有自己心里明白,真不是我狗手厕所,一心等屎 而是吞泉老师天赋一饼,无论我怎么挑怎么买 捡起一看,九成九以上它都是屎 万万没想到我 那真是有苦说不出,有屁我放不了 只能一口一个秘制小汉堡 就像今天的主角陆浦娃将神,SEGA出品,Marvelous打造 全明星团队,画风但是清新可人,设定可谓是吸引有趣 号称采用了名为卡雷尔系统的情感AI会根据玩家选择的不同 让周遭的角色情感以及人际关系时刻发生变化 一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化有内涵 单从喧发的角度入手,路破8不敢说是童走无期吧 目测也算是诚意满满 彼时我的脑海就飘过两个大字,飞龙起脸,你看我怎么输 结果几个小时后,屏幕前的我,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变声 悲从终来,一心求死 路破8的质量简单来讲就是玩家玩的会流泪,粉丝看了会心碎 SE仇意忍不住开怀大笑,阿肯听完后那是手舞家足蹈 隔壁咕噜的开发商更是仰天长探,感慨世上唯有世家好 亲妈跟他都比不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2023年最大变游戏的奖项此刻已离他们远去 匠神一出,天下无敌 他说自己倒数第二,没人敢称自己倒数第一 跟路破8匠神相比,玩魔戒咕噜那都不叫工伤了 那简直就是带心疗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神奇的作品 展开来说,刚进游戏我就立刻怀疑人生 我见过战斗卡顿的,我见过剧情掉针的 但我真没见过走路一边卡顿掉针,一边还灵车飘移的 20年前的flash游戏都比眼前这图流畅 除此之外,场景是淡调的,视野是不能调的 互动点是基本没有的,NPC是傻屌的 每次一选到跟我走,follow me,那就是我去南来他往北 我走东来他跑西,看得我是直呼妈了个B 还要那个勾巴加载,换个场地要加载,锻炼一下要加载 随便找人说句话,都他妈要loading一下 关键这B游戏最频繁最核心的操作就是跟NPC对话 游戏还没玩过一小时呢,我这都他娘的黑了80多次屏了 Marvelous你实话实说,这游戏的程序设计究竟是哪里来的奇葩 是总裁的小舅子呀,还是投资人的二大爷 当然不管是来混毕业实习的,还是准备养老退休的 烦请你们的HR好好跟人家说 做单机啊,既不容易出名也很难赚到钱 不如飘洋过海闯荡下B站的生活区 这么抽象的脑子,这么烂的活 三秒就能让我尬住,你不来真是太可惜 倘若没有背景,建议当场开除马上送走 毕竟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但就是找不出这么一帮如此逆天的程序员 恕我直言,往键盘上撒把狗粮 狗敲出的代码都比他们强 不可否认,LUV8的程序设计过于奇葩 但跟本作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 那都属于是上流水准 因为后者实在是过于下流了 先介绍一下背景啊 因为家族遗传的原因 托连老师天生黄发,故而看篇 我只看NTR 别问,问就是种族天赋 其他标签老子那是一概不丑 别问,问就是一种信仰 此番操作我已经重复了近25年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纯爱 很显然我这样的纯情少年根本受不了 有些番剧动不动就破坏别人家庭 胡搞乱搞 而陆火八则恰好把这一项做到了极致 七可休 我每看一眼都能被气得肝脏疼痛浑身发抖 先是男主跟班里的几名女同学尼老师 虽然稍感离谱 但考虑到毕竟是开后宫的基操 彼时我也没敢多说什么 接着是本村的小妹妹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握紧了拳头 然后是同班的三个男同学和一个大叔 我感觉到怒气正在增长 再然后是狐狸少女 你他妈的 最后是住在一起的亲姑姑和你的外祖母 当时我就懵逼了一秒 剩下的59秒都是对人性的思考 虽然说人类的性癖是自由的吧 但我真心建议陆火八的死妈编剧们 去精神病院里洗洗脑 狗逼男主一个人脚踏12条船 有异性有同性 有人类也有累人的 咱就掏心窝子讲 小人外面是强敌虎视眈眈 种族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主角却跟他的朋友们躲在人类最后的堡垒里 纵情声色大开银盘 也没有叫我 太死吧 请问你们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看眼弹幕行吧 我就知道你们这帮禽兽肯定写了不会痛 甚至还有点爽 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给我抓回去 枪毙完了再调查 浏览记录简单恢复一下 保证没有一个是冤假错案 其实说穿了也没啥大不了 主角的人际关系的确是稍微火乱了那么一点点 幸运的是还没有彻底突破 我这个纯爱战士的真正底线 谁叫我是见多识广 我可是看过 真正给我整破房的是婚嫁素菜 三二八付费进场 原本期待一场草莓味的恋爱 人多一点也就罢了 多整点活以上缺点我都可以视而不见 可实际玩下来我只想说设计师 跟NPC每交流一次 手柄至少按键五下 平均能加30点好感值 重点强调一下 这还是在较为理想的情况下进行的测算 实际游玩中不仅失败了要倒扣一些点数 有时候对话还有极大概率 不会触发加点选项 每个人的友情和爱情都是一千封顶 为了达到两千的最高值 我他娘的至少进行了不下一百遍对话 按键次数那更是五百加七 12个NPC里面我有一半都已经刷满 可最终我得到了什么呢 除了几张动态PPT以外 连个卵都没有 内容上更是主打一个敷衍 凑一起吃个饭吧 就当是给玩家发糖 偷摸kiss一下 就算是送出了终极福利 关键是今晚的画面还都半折半眼 抛开清汤寡水的奖励环节外 身处不同时间 面对不同角色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永远都是统一答案 统一模板 我说你人不错 你说好呀好呀 我说就喜欢你这一点 你说好呀好呀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走 你说好呀好呀 我将你妈死了 你说好呀好呀 能不能换句话呀 跟他妈弱智一样 还情感AI卡雷尔系统 这狗逼系统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大半夜 让三个妹子在大街上站成一排 整得我是目瞪口呆 哑口无言 只能说很符合 我对岛国士族少女的想象 感觉实在太酷了 我要给你大母哥 AI整的烂活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我前脚 正在跟好感度低的角色 进行EVE的深度切磋 一会就来个NPC 非要进来插一脚 群体唠嗑 三秒来一个 五秒来一堆 好处是参与聊天的人 都能增加好感和友情点数 坏处是平时能涨30点 如今只能涨3点 逃又逃不掉 是赶也赶不走 战斗环节那也是一塌糊涂 两小时才有机会打上一架 进去之后发现小怪都绕着我走 好奇干上一场 打完后我只有叹气的份 高情商的说法是大到至简 低情商的讲 那就是要啥没啥 从UI到招数 都比设计师的脑仁还要干瘪 另外系统说主角有见鬼之才 可以快速看到其他角色 接下来的行动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策略性 但实际操纵了几场 你就能很快明白 开发者的良苦用心 因为我知道队友后面几轮的动向 所以最高效的办法 一定是配合他们 这样我就从战争的主宰者 瞬间变成了AI的后勤辅助 全程给人擦屁股当小弟 发售前我以为是史诗级的配合 发售后才发现 小手竟是我自己 总结一下 露普巴将神是款多角度 全方位都一无可取的游戏 人物关系毁灭三观 程序设计老旧古板 战斗系统本末倒置 剧情对话 极尽敷衍 客观的说 但凡露普巴能有一处做好 他也不至于一处都没做好 本作我给一分嫌多 魔戒咕噜 我给一分嫌少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诸位 你们可千万别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要考研的托尼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